阿里 您 陶新文在屏東現場 有很多的鄉親 我們歡迎觀眾朋友來加入 這是聯合報的今天的社論 他們裡面提到的 如果蘇嘉全先生很客觀的來看的話 以他的一張人格的見檢報告 民進黨還有幾分的自尊可言 實在足以立即開除他的黨籍 但是現在全黨就要挺這樣的一個人 要來選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不是玩笑开太大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 蔡英文主席我的谦卑检讨 苏家全可以做了这么多 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这不是邱毅委员在乌龙爆料 而且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根据 有图面会说话 但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也就是很多人在看苏家全先生 目前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大家都无所谓 苏家全他所发生的 不管是违法的违规的 占小便宜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发生在 民进党的正副总统登记之前 我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告诉蔡英文 其实你本来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换副总统候选人 但是你没有换 今天你跟我们看到苏家全 他在政见的辩论会上面 他讲的那一段 他那一段非常凶 骂别人 他那一段其实重点是 我都已经讲了 你们居然还不知道 太可恶了 他重点在这里 9台不是13台冷气 好 可是问题关键点 他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说 我没有13台冷气 但是我有9台冷气 这9台冷气 我相信全台湾99%的家庭 都没有9台冷气 我敢当打包票 99% 所以他是那1% 我们是那99% 我们这99% 都没有9台冷气 可是他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距离人民很远 因为他已经过关了 就我刚刚讲 他已经登记为副总统候选人了 他从登记完的那一天开始 民调没有受影响 所以对他来讲 他早就已经过关了 对我来说 他讲这个13台9台冷气 其实是大家听得懂会生气的一段 但大家没有真正听懂 可是我会生气的那一段是 他大言不谈的说 我绝不关说 自己的老婆 他打电话 去给屏东的农济园区的主任说 我老婆要当副主任 我请问一下 我是农委会主委 我打电话给我的属下 说我的老婆要当你的部署 也当成了 这个如果不叫关说 什么叫做关说 不是关说 那是命令 这不叫关说 什么叫做关说 你要问苏家全 大家来评断一下 那这种人他敢大言不谈的说 我绝不关说 那请问一下 大家也都接受了 对 你看着苏家全先生 因为一个所谓的龙宅违建 他说被揭发了 迫不得已 说我捐出来 捐出来我还把这个冷气机 你不管是13台还是9台 我全部要拆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的一个格局 对 陶哥 陶哥 这个我们现在 陶哥保存很重要好不好 用马后炮 邱伟我待会就换你讲 因为待会跟你也有关 先用马后炮来看 刚刚凤馨讲的要斟酌一下 为什么呢 幸好 蔡英文没有把苏家全换掉 不然的话 这时候雨昌案爆发 苏家全也讲说 你还把我换掉 你自己又做了什么呢 你把我换掉 你还陷我糟糕 你自己是怎么 你自己跑不到哪里去 之前加传是怎么说的 他说 郑南荣 郑南荣这些前辈为民主牺牲生命 比起来我捐房子算什么 跟郑南荣比 这是苏家全 这是 我不该怎么说 他说 也是国民当过之前出门台湾 那时候大家都没房子 这个我就赞成了 财富重分配我就没房子 这种他也照说 我们看这些东西 这都是之前苦一丸 苦的说过 包括这个 中校大店面 椰林基金会 区域都要不把我们那里 以前苏家全说过这句最经典 他说 本来还有人要帮他树立同向 这个可能跟金正日 金日成都有调了 我最后讲一下 邱伟员 最近有给我们预告 他说除了红横珠以外 还有加转的光碟 邱伟员 48天要投票了 赶快拿出来 你这要投票吗 如果有 我觉得大家都很期待 欧超请屏东的很多相亲 陶哥我说一下好吗 陶哥 陶哥 陶哥说的 苏家全的事情 我一定跟他说 苏家全的光碟 我近来我先找到红横珠 然后来公布苏家全的光碟 陶哥我保重了 奉心说的两点 大家不能忘记 一般家庭 都没有高台冷气 但是大家不能忘记 苏家全的家庭 不是一般的家庭 他是農舍 他是用農舍的名字 他去的 農舍里面有高台冷气 我想全台湾的農民 没人 農舍里面有高台冷气 第二 苏家全不是官所而已 他对他太太 红横珠 想要做屏東 生计园区的副主任 他不是官所而已 他最明朗用 折 那个主任叫做丁山龙 跟丁山龙说 你如果没有把你主任 这个副主任的为 让我母子来做 你就滚蛋 苏家的丁山龙 替丁山龙 替丁山龙 因为这样 又自己删一本日期 自己删一本日期 是苏家的丁山龙 受到尾困区 离开冰冬去高雄館 管理会做主任 他把这个副主任 他把这个副主任 丁山龙现在人家是台南政产 你不知道丁山龙 尾困区自己再拿出来 我跟你说 所有权都很差 他这不是官所而已 他的不但是命令 他再厚折 用他的丁山龙 去厚折丁山龙 他农会主委 他抽六十官 用这个官 他厚折一个主任 这个朱铃那好淫漠 这护朱铃 今天蔡英文主席 刚刚这两个多小时以前 在屏东讲 这不但是要让这个 蔡英文跟苏家全 拿到屏东的七成以上 要百分之百的屏东的选民 都投给他们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稍后回来 就听现场 屏东有话要说 请准备马上回来现场 同时再回来 宇昌自肥 国家的投资 变成蔡英文的禁软 今天有更进一步的事实 这是证据吗 稍后来 如果松林开市 你会梦想如何前进 Honda CRC 我是红标米酒 九十二年一百八十元 九十八年五十元 价格一降再降 现在只要二十五元 使用红标料理米酒 超级又美味 台湾烟酒 让您买得安心 用得放心 请问有 不限分钟速 又不限门号的网内免费 对不对 问隔壁 请问 问隔壁 请问 当然有 加入快赛 网内简讯也免费哦 亚太电信 到亚太买 Samsung Galaxy Duo 就送限量造型备盖哦 人生 不是过得怎样 而是懂得怎样去过 懂得创造非凡 欣赏各种精彩 轩逆式原创EXO 欲欣赏 欲动欣赏 金红快飞逐状不新 请愿名嘟嘟好 好神托 金红快飞逐状不新 请愿名嘟嘟好 好神托 关于苏葛登的口感 威士忌权威Charles Mahoney说过 他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完美店饭 值得为自己再倒一杯 不要只听他说 除非你喝过水不等 最佳口感 由你去听 全台最大的电金咖 雅中武王 郭志祥 超讽三年 曹梦 热力开场 在亚洲迁转 五月天 大嘴巴 公司会干动 杨宗伟 叮当 二十一二台北最亥时间纯 爬点晚会 百年难得一见 头片层放脚响起主持 陪你嗨翻一整晚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七点 台北市股前广场 台北Mits Let's Party 我已经发过一次的新闻稿 向社会大众说明 我家并没有十三台的冷气 我家的冷气总共是 包括子母鸡是九台 它有母亲有孩子 如果实际要来算是七台 那七台都配备在 每一个需要的房间 有需要才用 所以我家的电费也不浪费 这个苏嘉全先生讲得很委屈 屏东的乡亲怎么看 我们现在请屏东乡亲来发言 请说哪一位 现场哪一位有话说 我来我来说一下 我来请教卓英文律师 你说我可以叫总统 都跟不合格的人站在一起 我来请问一下 苏嘉全先生 他一国会可以缴七十几万的保险会 他一年可以缴八百多万的保险会 他昨天的存款 他昨天二十月 存款 二十月存款就千几万在那里 我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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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做什么人 我总共七十多万的保险会 你来做什么人 你来候选族会 三个人二十月 我做千多万的存款 我来问 我是不觉得说 川英文律师 你说 川英总统 是不是很厉害 你跟我说 我来接测 我来7月 我去去 我来附近 我们屏东被人家说是这个黑道之乡啊 那么这个是全省的人都知道 那么今天我们站在屏东的县民 今天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说蔡英文的宜昌案 以及苏嘉权的农舍 甚至于有一位候写人的 立晚候写人的他妈妈他们农地 变成为这个沙石天堵后变成为瘫痪 那这种是违法的 现在这种贪婪 那现在变成人家说我们是屏东县贪婪之乡 那请问你这样的话我们县民到外面去 要怎么样对其他的县民来解释 所以说我希望蔡英文也好 苏嘉权也好 或者是甚至于我们另外一个候写人要说明白 谢谢这位乡亲 还有哪位在现场请说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用客房来说 有个问题想问蔡英文女士 有个问题 她对头都没见过她的客家 什么 我用不着她说客房 她对这些多泰国的客体特别是 太阳有 对平东一起关心无法 你怎么说她的客家 什么 我让平东年一天走出来 我让平东年一天外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美国的信念 最重要 因为 经济在衰退 你们慢慢的摩托过 平东用厌务 然后台北 然后国庄做嘛 因为 因为 我们一次本应该控制住 我们没有在本应该用 那个228 要用民粹的政治手段 来操作 我们要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好的 谢谢 其实这个蔡英文会不会讲这个客家话 倒还是其次 重点就是蔡英文讲 我会谦卑检讨 刚才一路看来 从苏家权到蔡英文 哪一件事情 谦卑检讨过 而且敢如此的 在社会大中人民的眼前说 我就是如此 我们要注意看 她的蔡英文刚才 这个蔡英文的欢迎 应该我们重头到未来 重步是让大家看看 她当时的态度是这样 十三代 我已经竞争过了 你们今天说我十三代 我总共还是九代而已 所以你刚才没说 我总共说的九代 那个比较好看的民粹 那个头前十三代 那个犯罪的民粹 你没见过 所以我说 她不是蔡英文的态度 那是什么 我们从一个策略给你 就有没有 你把台湾当头前十三枝有 头十三枝 九代而已 头十三枝 小强的意思 好像九代而已 只要九代而已 头十三枝 小强的意思 第二 什么叫欠美 但是欠美的人民粹这个问题 是这样说 说我的家 那些人没有十三枝的领导 是真的没有那么多 不过 实际说 岛上有多的碟碟了 很坏 但是绝对没有十三枝 如果这样听到 那还有减肥的味道 那不是 说没有 头盘洞十三枝 头盘九尖而已 这有减肥的 其实你看 苏家杰那个记者会 它是辩论会以后的记者会 所以它是有备而来 但是有备而来 现场其实只有记者 没有民众 所以它其实在教训记者 兼教训民众 就是说 你们这些记者 每天讲我十三枝 我都跟你们更正过了 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先看看 当初乙昌案发生的时候 何美也跟陈其迈出了开机会 人家跟他问看看 你们穿我们到底贪多少钱 我们一千多万 算一千多万 后来我去查 发现一千九百八十万 你叫做一千多万 十三枝人 没有啦 只有九台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台狗啦 那台狗 如果是做这件事 老是说 我们就很难写他见消息 不是 出来斥责别人 你们把我弄错了 你们记者怎么都可以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出那种态度 是没有把人民放在里面了 然后他可以对外讲说 站在我面前的是人民 站在马航九旁边是有钱人 他就可以用这样去分化 只能说自己的 你站在你前面的就是输家钱 站在你前面的就是无奈人 那些贪污被起诉的 就是这些人啊 所以我呼吁我们很多朋友 就说你看这些人 还要看他周边的这些团队 输家田是不是蔡英文的不只竞选团队 而且他如果当选了治国团队 这个是真的要检验的 是我们在屏东乡亲 大家一起来检视 这接下来就是这个宇昌 宇昌案大家觉得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很简单来讲 国家的基金出资来发展我们国家的生计 非常天津第一 那么蔡英文主席 如果说你有三头六倍 也非常欢迎你来主导这件事情 可是不是让你变成自己主导 主导最后自己变成董事长 主导主导最后大家都赔钱 然后你可以赚钱 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国发基金的召集员 刘亦如今天正式丢出来的事件公文 在前两个礼拜 那么无论是蔡英文听 说这个根本是搞错了 打乌龙 从乌龙刘亦如道歉之后 再接下来说 你这抱这种东西我以前都讲过 你再问他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面对民众 我现在面对民众 我面对民众 你这根本就是一个抹黑政治打压 马英九用国家的机器 你再讲说 今天公文也拿出来 公文拿出来今天蔡英文主席说了 那你刘亦如根本失控 马英九要道歉 这是典型台湾社会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举很多例子 我看到一个人偷东西 这个人不但不忏悔 或者是要检讨 马上直接的回应说 我什么偷东西 我看到你妈还在偷人 你爸爸还出去抢人 根本不回答 这是蔡英文主席 非常引以自豪的 就是要跟人家在谈判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巧 可是这个技巧 如果来对付我们台湾人民 这个技巧 如果还剩下18天 在欺骗很多 那么小额捐款的那小猪的一些捐款人 蔡英文主席 良知何在 这就是我们让社会观众朋友来看 邱毅委员 今天主要拿出来的 这个很清楚的几份公文 第一份公文就证明 蔡英文主席 原本在2007年的8月31号 跟国发基金达成的共识 这个国发基金达成的共识里面第二点 第二章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大家只要看这一段就好了 就是说这所有的东西有这些投资人 但是国发基金要求 说我们投资40% 规划七个董事 一个监事 这在2007年的8月31号 由本基金取得三董一监的席次 并且出过审阅新版投资说明书入附件 这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蔡英文主席做了什么事情 邱毅委员先说第一段 今天刘毅如公布这个公文 非常重要 这个公文是九十六年八月三十一 由蔡英文做主席 所开的宇昌的发起人会议 就是万数的高等的会议 我跟大家说 他叫公司法 叫公司法的做法是这样 大家看看 先开高等大会 连后高等大会来 决定说当时要选几世 连后把当时算出来 把甘察林算出来 连后这些当时开当时会 因为宇昌他本身刚才有四个高等的 所以他不是叫高等大会 他叫发起人的会议 就是万数的高等来开会 我跟大家说很清楚 头发头发起人会议 不是空口说白话的 这个蔡英文主席不能再说 你问题问错了 这是有公文证明的 所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 一起来检验 蔡英文主席如果冤枉了 大家还他一个公道 但是蔡英文主席 如果确实如公文所说的 有这么多疑点 蔡英文主席还能够说 我不回答了 你这是国家机器打压我 能用这种耍赖的方式吗 这全台湾人民 现在大家一起来检验 马上回来现场